要说最近哪个互料的巨头过得最惨 那这美团肯定能派上号 不到一年的股份 美团的股价就从去年的195块 跌到了年前的61块 市值蒸发了整整2.6万亿港币 这什么概念啊 直接腰斩了好吧 得亏这美团是在港股 咱不好买台带股票 不然你10万块钱投进去 现在只剩3万多了 那有哥们肯定得问了 说虽然去年股票市场都不好 可也没有像美团跌得这么邪乎的呀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家别人家跌呀 都是因为大盘普蝶 美团呢除了大盘普蝶之外 还被人给偷家了 都知道啊 这本地生活的市场 一直是美团的命根子 但是谁成小 就打去年开始 抖音的是敲摸声的 给它来了一个贝斯 去年呢 抖音的生活服务平台 总的交易额 暴涨了256% 已经达到美团三分之一了 相当于是硬生生的 从美团吃上 拿了一片肉出来 而且这还没完 除了抖音以外 像什么毛手啊 毛书啊 毛多多呀 这些平台 也全都盯着本地生活 这块肥肉呢 那你说美团的日子 能好过吗 当然了 人美团倒是也没坐以待毙 去年那一年 他们也推出了 像什么特价团购啊 直播呀 等相关的业务 同时呢 还免缺了部分商家 两到三万的年费 甚至还降低了 百分之一左右的抽佣 那也算是没少下功夫了 而至于到底能不能受处啊 那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话说了啊 就美团这件事 咱们别光滚吃瓜 尤其是咱们做实体老板 你更要注意的是 在现在局势明显 欲棒相争 渔风得力的时代 这抖音本地生活 这个增长势头 你今年还不做等啥呢 现在我跟你说 已经有不少聪明的老板 借着本地生活这股风走起了 比如说北京一个干汤拳的 人在淡季呢 搞这抖音直播 单场的成交额近百万 还有这个河南的某理发品牌 靠着这个短日宾客 还有投信息流广告 让自己的门店客流翻了好几倍 高峰的时候 有90的顾客 都是从抖音来的 这会儿你可能又该问了吧 说这都是大规模大企业玩的事 我们就一小店 手底就两仨人 或者夫妻老婆店 我们有心无力啊 真的不见得啊 比方说我 将这是不少的小老板 人家靠着一部手机 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拍 一个人剪 那也能把自己的生意 变得有声有色 比如说这某养生店 靠着抖音引流呢 人每天有五六个人到店 还有这个搞活车改装的 通过做几个月的账号 就有十来个客户来咨询 并且完成承担 还有一酒吧老板 人直接靠着做准人品引流 让自己的酒吧呢 排起了大队 我身边这样的例子 那显然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开店开工厂老板 到现在你还学不会 抖音到底该怎么做怎么玩 那你真过失了 把你学吧